crossover 火星象因為早晚日夜溫差比較大 四周剛好是都有山的地形 所以我們接近在盆地的正中央 埔里這邊冬天的氣候就非常適合草 這邊的水源又特別的乾淨 對我們草莓的栽培來講 是一個非常適合的 我們日夜溫差大的情況下 造就它的果實 每一顆都是比較飽滿 我們吃起來的草莓是有Q度 紮實的 尤其是在酸甜筆上面 就是我們吃的口感 會覺得比較舒服 這是我們在南投國興這邊 在種草莓的優勢 科技農業可以讓我們調節 我們溫室裡面的溫度跟濕度 提升我們的效率 我們有做了這些感測器 就知道要多少的水量 什麼時候要給它多少養分 本身的品質 能夠讓它更穩定 然後產量也可以比較高 我們國興香亞在86年元月的時候 就發表了全台灣第一顆有機草莓 當時的有機栽種 是以最傳統的方式來做管理 我們農場做有機的方式 最主要是用植物油的方式 用油漬的方式就是主要是 讓一些蟲類 或者是細蠻類 葉蠻類的一些害蟲 它是用被油包覆住窒息而死亡 我最常用的就是 液化澱粉牙包感菌 還有木霉菌這兩種用好的菌去抑制不好的菌 所以我們把我們這個環境做好這個微生物管理 它其實自然而然變態 我們就可以控制得下 蜜蜂是對農藥非常敏感的一種昆蟲 只要有一點微量它就會死光光 看到園區裡面有一些蜜蜂 或有一些小昆蟲在這裡面 就表示這裡面非常的安全 我們希望打造成我們是 無毒或是有機的一個草莓的產地 我相信我們埔里或者是國姓這裡 都可以發展成跟苗栗一樣 甚至我們也可以做得更好 這幾年我們的青龍們 他們不是在做無毒方面的研究 他們已經深刻到有機的認證 所以保證在慈安方面是替大家把關 所以大家可以吃到新鮮可口又絕對安全的草莓